好 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光光時報》頭本頭條 提到製造業累了 亞洲經濟急需蠻牛來補充 特別受到歐洲區經濟的降溫 以及美國經濟停滯不前影響 其實最近看到韓國的出口 跟台灣出口一樣 這個出口的衰退 這個年增率的跌幅 都將近是兩位數字 甚至連大陸的內需市場 跟出口市場 包括用電量 包括它的鐵綠送量 都出現大幅下滑 所以亞洲經濟怎麼了 按照HSBC跟Market 最新合作公布的 4月份的製造業指數 全亞洲幾乎都進入衰退 只有越南還勉強撐住 一個擴張的發展 我們從這個表格做觀察 你看3月份 大陸的製造業PMI 是更是創下近年來的新低 持續進入一個緊縮的環境 台灣在4月份 PMI的製造業指數 似乎也出現了從擴張到緊縮 韓國衰退幅度當然是加大 從最近韓國公司的財報 像三線財報都看得出來 印度是下滑 印尼是持續維持一個低檔 但印尼股市跌翻天 相關的財政的改革政策 引發了外資的一個繞跑 最後越南 越南還稍微有點加溫的味道 我們就要觀察到 因為整個亞洲的經濟都在蕭條 大家期待是中國的 不管是政策室 不管是一帶一路 亞投行來刺激 客戶應該入股今天比較不好 入股今天像上任指數 一口氣跌掉了4個百分點 而且出現長K的格局 我們從他的市值排行 看到也跌什麼 其實今天都跌銀行 工商銀行 農業銀行 中國銀行 中國人壽等等 都是下跌 由金融股領跌 蔡老師幫我們做觀察 其實蔡老師在上週 來過我們節目的時候 都不斷的告訴大家 其實入股的一個中期 好像滿足已經到了 這根藏黑是不是投資朋友 應該要先坐獲利下車 動作的時機 你能觀察 應該是前兩週 那時候大概在4千1 4千2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講到 他滿足大概就4千4 4千5 我們來看一下 我之前曾經講過 這個底這麼大的話 他不會只漲這麼一波就結束 一 你就是要用時間 就是要漲一段比較 相對比較久的時間 或者是拉出空間 所以第二波出來 就是屬於拉出空間來了 因為這個底長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上次一畫出來 這邊還有一個數字 就是4481 就是這一波到這一波的 同等的漲幅就是這樣 所以到的時候我不是 是說你大概也應該要開始做 就指數 相對指數方面 你就要做開始獲利了結的動作 獲利了結 一般來講 你底部成本比較低的 耐得住陣的 你可以賣少一點 你在這邊買的 第一波買的 追的 你要賣多一點 你比較耐不住陣 那操作有方法的 當然這裡也不是接 因為它這裡是滿大 算一個比較周線的滿足 比較大 但是就月線 我們講這兩三年 它會過6100多 那個歷史高檔 所以長線的部分 它還是一個多頭結構 但問題就是說 一般來講 第二波的一個震盪時間 跟拉回的幅度 通常都會大於第一波 通常都會 所以這邊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 提起來很嚇人 震盪漲多了 當然就是這樣 2000漲到4000多 4000要隨便拉個500點600點 覺得很多那也是一個正常回答 那我們看一下日線 日線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哪裡比較可以買 這是比較重要的 對不對 上次我提到這個地方 剛剛拉上來這一段的時候 我不是講說這邊開高走低 這邊也跟大量 這邊本來開高那個前 就是前半天 量本來是預估會比前一天還大 然後立刻拉回量縮 那時候我不是講說跟台股以前一樣 你只要量太大馬上就 他就是主力在控盤 控盤的這個地方控盤就表示 主力有籌碼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要做控盤的動作 他有籌碼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約在3700點 大約在3700 所以說有機會 沒有就等形態 或許他不會來 來的時候 現在要等買點就是等 除非那個點來 第二個就等形態 就是我講的 形態出現了 突破會買 因為這個我講說大陸市場 是一個技術分析的一個天堂 將來整理過後 只要帶量突破他又來了 等這個形態 這個有時候等了兩個月 其實他今天跌量縮得很厲害 其實這幾天路過 觀眾朋友看這個量 其實縮得很兇 他是不帶量下沙 很怪 可是今天下沙就有點帶量了 有點帶 比前幾天盤整的量 稍微帶點量 那我剛剛還沒講完就是 剛剛我們講控盤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這個地方就是 這根就是天量 以這一次來講最大量了 這個又不一樣 這一次的開高走地是帶量了 這邊的開高 控盤的時候開高走地是量縮 這邊開高走地帶量 這一天就是那一天 所謂的鼓勵放空 然後馬上又降準的那一天 好 那技術分析裡面 是不是告訴你 大量必有高價 對 高價不是說 大量還有高價不是說 他救死還要噴出 因為他還要做頭 主力要出貨 所以上次我們解讀到不是說 他政策方面就是 大陸他想在這邊過熱 然後讓他休息 但是長線他還是做多的 對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將來的一個結構上 我們講過 你看帶量 然後這一根大量 又是開高走低 這邊又一根帶量的地方 對 跟之前控盤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量價告訴你這個地方 已經在做調節的動作了 那你就跟著調節 滿足點到了 那你就滿足了 人家調節 主力調節 主力上車 主力坐駕 你就跟著坐 那主力在調節 告訴你這邊我在賣了 你就跟他賣 因為這種東西所謂 剛剛世光講的密碼 密碼你會不會解讀 你看得懂 你看得懂就跟著他這樣做就好了 將來機會來 他又開始在轉牆 又開始有那個結構訊號 主力又開始做攻擊訊號 那你再把資金再做投入 但是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當他的一個熱錢進來的時候 指數會震盪 會拉回 但是類股的輪動 他是不會停止的 只是類股 他的種類會變得比較少 他類股還會輪動 所以你有在做什麼 香港的H股 或者是說做那個 大陸股市的個股的話 其實這裡還是滿好做的 對 陸股今天跌那麼重 可是你看到這些央氣合併的概念股 在今天表現還是滿強的 所以震盪開始 當然這個兩週前蔡老師 其實我們金錢報都有上YouTube 說官媒可以從YouTube 看一下蔡老師在兩週前給官媒做規劃 現在是一個高點嗎 現在還是一個調節拉會時間 剛剛蔡老師也給出一個建議 參考的位置 讓官媒衡量自身的投資的風險 承擔能力 來做適度的一個多空操作 可外民跟我們觀察 這回到前面的東西 這重點是亞洲經濟超爛的 陸股價在這時候又給你搞休息 叫大陸房地產的景氣 目前復甦還相當的迷茫 怎麼亞洲掛牢 現在不管是大陸 台灣 韓國 幾個主要經濟體都不好 怎麼觀察 我覺得亞洲不好的原因 第一個可能是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最近有減速的味道 你看上個禮拜 大陸的國家信息中心 還預測今年第二季的GDP成長 可能只有6.8% 比一般法人或者投資機構的預測 還要更低一點 他自己看著都覺得 最悲觀的 官方你可以上網搜尋 就是中國的財政部長樓繼偉 在上個禮拜六 復旦大學的校慶 好像是復旦大學 應該是復旦大學的校慶 官方他發表一個超級悲觀的言論 雖然復旦大學最近有兩個人演講 一個是台灣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一個是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 可大家其實事實上 沒人管朱立倫講什麼 大家都關心樓繼偉 在復旦大學演講好悲觀 他是現任財政部長 超悲觀的 有點恐怖 樓繼偉都如此悲觀的話 你看其他圍繞在大陸周圍 靠大陸吃飯的這些經濟體 包括韓國 包括台灣 可能受到的影響都相當大 為什麼越南比較好 因為為越南發展的出口替代產業 剛好是取代 大陸的勞力秘籍產業 所以他還有一個成長的動力 韓國為什麼不好 韓國除了大陸市場的經濟況以外 另外一點 朴槿惠上台以後 稍微在匯率政策上 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韓國政府很善於利用 韓元的貶值帶動出口 但是他現在這個措施 他也用得越來越保守了 所以經濟體的這種轉型 跟結構的改變 是亞洲經濟體目前正在做的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跟大家看一個圖 你看這個有三條線 上面有紅色 這是中國大陸農民工 增長的這種情形 現在全大陸的農民工 大概有2.7億 你看這個2011年的時候 他的成長 年成長率他5.4% 對 到2014年的時候 成長率只剩下1.9% 人口紅利沒的嗎 這個人口紅利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產業結構的轉型 另外一點 紅色代表本地的農民工 就是你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 這個工作的農民工 成長還稍微高一點 還維持了2.8% 外出農民工1.3% 外出農民工主要都是做出口產業 表示中國大陸出口產業 不是他要發展的重點 尤其是勞力密集的產業 這個都代表一個 結構性的這種改良 歐洲相對來講 反而比較好一點 比如說西班牙 西班牙已經連續好幾季的PMI 都是屬於擴張50以上的這種情況 最新的失業率23%多 西班牙舉國歡騰 你說你們腦袋有沒有搞錯 23%失業率還歡騰是嗎 我跟你講去年最高峰的時候 到達26% 所以他一年之內 他經濟他的失業率 降了三個百分點 他當然很高興 可以感覺說西班牙過去幾年 經過歐債危機 慢慢慢慢洗刷了 歐洲五國的這種恥辱 我跟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一件事 去年西班牙的出口對不對 葡萄酒第一次要居全球 葡萄酒出口的第一大國 橄欖油也變成出口的第一大國 所以他可以感覺說過去 西班牙人耗吃懶作 浪盪了一段時間以後 發覺經濟不提不好了以後 慢慢慢慢回到工作崗位上 直到借鏡 你看這拉丁民族很浪漫的 可是經濟不好就回家認真種田 對 所以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 希臘要跟西班牙 學習的地方 學習的地方 那斯光剛剛提到 這個中國的股市 我自己的看法 這個中國今年的 或者說未來一兩年的重點 可能都是在金融市場的改革 金融市場大概分三大塊 第一個就是傳統的銀行業務 第二個就是債券市場 第三個就是股票市場 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第一季為止 這個證券市場表現得熱爆 表現得最火紅 但是對其他傳統的銀行業務 跟債券市場 其實不見得是個好事 抬擊 對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一件事 過去兩三年大陸的普爾茶 這個漲得非常快 今年第一季 中國大陸普爾茶跌了30% 因為以前大家都有一句話 就是炒股不如炒房 今年反過來是炒房不如炒股 就大家不炒房了 這資金從房市流到股市 同樣的對不對 這個炒普爾茶也不如去炒股市 所以產生了一定的排擠效果 中國大陸它其實跟大家看一個圖 那麼這是它社會總融資的 一個變化情況 早期的時候它的這個 輝藍設置的一部分 銀行佔社會總融資的比重 大概都在八成 比較落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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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去年的時候 今年估計大概佔不到六成 都是靠什麼 都是靠其他衍生商品 特別是這個所謂飲食銀行 對 信用貸款 委託貸款 還有一些所謂附加貸款等等 或者說其他金融機構推出來的 這些理財商品 這些都是造成中國大陸金融市場 有一些結構性惡化的一個情形 這一次中國大陸所推出來的 金融市場改革 第一個它希望透過直接融資 發展股市 發展地方債券的市場 逼什麼 逼銀行把利息降低 我們都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銀行 一般來講大型企業貸款 大概是百分之六的利息 中小企業是百分之十的利息 這個基本上都影響到中國大陸GDP的成長的動能 就是說現在大陸企業資金負擔的成本很高 如果它能夠透過股市 或者說債券市場的起來對不對 能夠逼死銀行 降低它的那種放款的利率的話 那也許它在金融市場的改革 可以拉動另外一波GDP的成長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為什麼最近 它試圖替股市降溫 就是不希望金融市場的改革 太過於集中在證券市場 而是希望在傳統銀行業務 跟債券市場中能夠取得平衡 可能大家如果稍微注意這件事情 就是最近江蘇省本來要發行 這個地方債的 居然對不對 沒有人要 居然沒有人要 你看它本來是希望透過地方債的 換製方式對不對 能夠改善地方政府的財政 但是因為大家都把錢拿去炒股票了 所以股票過熱對不對 事實上已經對於金融市場的改革 形成另外一個副作用 江蘇省不要發債 要發股就把江蘇省政府掛牌上市 那就發了 所以我們說兩岸怎麼同意 台灣省政府掛牌上市 每個人變股民 可能每個人都幾千萬幾億的人民幣 我們看資金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看大陸市場或新市場 因為我們看到新市場 正在快速降溫 可是4月以來 我們還要注意大陸股市 在台灣的基金漲了14% 巴西市場漲了13% 其實俄羅斯漲11% 大中華香港表現都不錯 甚至連歐洲新市場基金 表現也不錯 所以為什麼變成說 新市場經濟不好 但股市那麼強烈 4月份進入5月份 到底5月份是一個加碼點 還是一個調節點 還是畫這句話 5月賣出 9月回來 這進入一個關鍵時刻 我們今天往下觀察 因為新市場製造也很爛 可是出現一線的契機 就是最近原物料開始訪談了 包括了油 包括了經景氣博士 銅博士 包括了鋁浴 甚至包括日本橡膠 大底是不是都完成了 所以資金氾濫 資金浮濫 爆的貨幣不如買一點 這些基本金屬或原物料 什麼投資 什麼操作 這樣我剛剛還告訴你